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片介紹時間 大家記得 Like 和 Share 我的 Video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想和大家講解一下 順時針這件事 我們經常看時間是順時針 又或者是順時針方向 做什麼什麼 但是順時針這件事 由來在哪裏呢 有條短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個軌跡 是不是很熟口面呢? 好像我們看一個時鐘 會有一個從左至右的軌跡運行 其實這個軌跡 其實是來自一個公園 大概三千多年前 一樣叫做日規的一種儀器 其實當時人類 對時間的概念 其實都沒有像現在那麼清晰 當初人們去想 怎樣去 我們去用一些東西 研發了一樣東西去看時間 其實日規就這樣去應運而生 其實是透過太陽的倒影 去打入日規那裏 形成一個倒影 那個倒影 再去反映回當刻的時間 去看 現在究竟是幾點鐘 而太陽運行的軌跡 變成了像剛才那張圖 就是一個從左至右運行的倒影 就形成了 後來我們經常說順時針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到中標發明的時候 發明家想 那些時間應該怎樣去運行呢? 那就不如跟回日規的移動方式 所以就形成到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看時間 我們去看我們的中標 都是以一個順時針的形式去看的 OK 再下來 順時針 講得順時針 看時間 之類 其實 對於一個中標的運作來說 順時針的時間 也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是要順應機針運行 因為機針發明 在製作的時候 亦都是以用一個順時針的規格 來做機芯的齒輪組裝 假如有人是真的貪方便 去逆時針去調校的時間 其實對機芯的影響 都真的可大可小 是會損壞機芯零件 因為你本身 零件組件是順時針設置 反方向 自然 對它有一定的好損 甚至乎 如果是一隻多功能的手錶 會對其他功能 會造成損害 更加嚴重的時候 會令到機芯會停止運作 所以其實順時針 除了看時間之外 大家去教時間 亦都需要去注意 一定要順時針教 當然啦 如果差三幾分鐘 其實輕輕微調 其實都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去逆時針 調校幾個小時的話 有時那些選委 未必是即時去反映出來 但是 那個候選就會越日積越來 所以其實大家 調校時間的時候 真的沒有懶 真的要順時針 調校時間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記得like和share我這個video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大家 拜拜